10大商圈內 黃英男子與店家因為一台機車槓上 氣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黃英男子沒在管你叫警察 牽著機車就往巷口走 因為他本來停在紅線內 卻被移到紅線上 就是剛剛就一直在那邊這樣說 不能亂動 我不能亂動他的東西 那是他的東西 如果車子壞掉找我陪 我說可以啊 然後一直跟我在那邊講 就是說我這樣子做就是不對 然後一直講一直講 我是覺得他真的太激動了 所以我才受不了 我才乾脆直接抱緊叫警察 然後他人就跑了 事發就在市大商圈內的 這間豆花店外面 當時男子就是把車 零停在旁邊的小空地 但店家一來沒得停 因此把車往前面線 卻成為了衝突 倒火線 等了好幾小時等不到人 最後對方出現 卻氣撲撲上門 就怕洞口變動手 店家才會報警自保 我的位置是我們私人土地 是在紅線內 我們自己的土地上 然後警察之前是說可以 可以停在我們自己這邊 他是說我可以找別的地方 然後他就停在這邊啊 然後怎麼樣的 滿奇葩的啦 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家 你要我去出去找地方住 的那個感覺就是有點奇怪啦 新公處經過調查 證實豆花店前水溝蓋 以內部分屬於住宅區 私有土地這回必亂停 演變衝突 但正在男子立場 一背一車可能就得收紅單 只能說天氣熱 太陽一曬火氣都很大 或許當下好好和店家說 或留個紙條 你我都方便也能避免衝突發生 等於新聞 范基文 彭欣銘也在台北報導 時 其他おっ 谢谢观看